如果假日何处去 到打擊場盡情揮棒 釋放壓力會是個好選擇 不過眼前這位賣力擊球的身影 怎麼好像有點熟悉啊 原來是我們的森林王子張泰山 受邀出席大魯閣夢想打擊挑戰賽 擔任評審 身為中職拳雷達紀錄保持人 當然要在選手一針高下前 親身下場示範一下囉 歷經一個半月的海選 來自高雄的邱煥維 在決賽中脫穎而出 而他勝出的關鍵 偶像張泰山 可是有不小的功勞喔 因為我在開打前 我有先跟泰山擊掌 所以他帶給我一個好運 我很謝謝泰山 就是在澳洲他打那一支 最後一支滿關拳雷達 其實我覺得身為球迷 看到他這把年紀還在努力 會讓我們更有那種奮鬥的心靈 原來是有了泰山能量加持 才讓參賽者有如神助啊 而泰山本次擔任評審 是有模有樣 未來不排除有擔任球評的可能性 他也透露自己 很常帶著全家愛奇來打擊場 享受溫馨的親子時光 我不排斥 對 不排斥 那後面的事情都很難 很難講 那只是現在這現階段 可能跟孩子的互動 比較多一點 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讓他快樂 然後讓他去 接觸到棒球 然後因為讓他喜歡 你才會有下一步 然後最主要的是 可以彌補我之前的親子關係 讓小孩子來這邊快樂的 認識棒球這一項運動 各位OEO的粉絲聽到了嗎 平時多來打擊場走走 搞不好就可以捕獲野生的張泰山 一睹森林王子揮棒的英姿喔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